这一个单元,我们来讨论多项式高次不等式的状况 我们要解多项式高次不等式的提醒的时候 第一个,我们先使得0导系数为正数 就会得到f of x 大于0,或者f of x 小于0的情形 第二个,我们就找出f of x 等于0,它的所有时根 假设为α1,α2,一直到αn,而且是递真 我们依大小在数线上把它标出来 第三,从数线上的右边一直到左边 我们依序在各个区间上面标上正负正负相间的符号 我们就依此来求这个多项式高次不等式的解 图形说明如底下 但是这边我们要非常注意一点 负号的个数,因为它本身就会影响区间的正负号变化 因为负负得正,正负得负,负正得负,正负得正 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讨论到 基数它的重根会要变好 而偶数它的重根就不需要变好 接下来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解题的说明 题目要我们解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高次不等式 我们就先把原来的式子做一个分解的动作 后面的x3-1分解成x-1乘上x平方加x加1 那我们就会观察到因为x平方加x加1会很大于0 对于所有的时数都可以成立 所以也就是说它不会去影响这原来不等式它之间的正负号变化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它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原来的题目的式子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 只需要去讨论这一个部分 而不需要去讨论到后面的x平方加x加1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原来的式子正常正负区间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后面却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关系 也就是说从7次方的地方我们要去做一个变化的动作 而偶次方的地方就不需要 所以在原来的题目在小于0的状况下 我们就是要找负区间 所以x的解就会在-1跟1之间